今天讲给欧邦图安装CSH和主题 还有插件 那就是说在欧邦图的就是 终端里面的话就是默认用的是Bash 然后的话就是我们把它改成 就是我们把它改成CSH 那主要改的目的的话是 便于编写代码以及提高生产效率 然后我们首先安装CSH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是否安装成功 这里显示是5.8已经安装了 然后我们将默认的Share设置为CSH 它是在BinBash 然后我们注销这个服务器 然后我们重新再登录这次 重新再登录这个Terminal之后 它这边出来一个设置的界面 我们这边的话选0 然后我们创建这个CSH文件 在这里我们输入 这个都是保存那个历史记录 就是往上翻的话 就是 然后保存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给它安装一个主题 叫All my CSH 好 然后安装All my CSH的话 你看一下这个是它的网站 然后就是说我们可以直接复制这条命令 好 这个的话已经安装好了 如果它网站上的那个网站 你这边连不上的话 你有时候需要换一下资源 然后All my CSH的话 它有很多很多就是不同的那个主题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主题的这个名字 就 然后这个是它的界面 你可以在这里就是根据主题名字 你可以看不同的这些就是 然后它默认的这个就是叫 这个罗比罗首就是看到就是这个这个样子的 好 我比如说要改用这个主题 我把这个名字先拷贝下来 好 然后到这里我们进入那个 好 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就是不同的那个SIM的这些主题 好 接下来我们来修改一下 好 在这里看到就是它的SIM主题 现在是叫罗比罗首 然后我们这里粘贴一下 刚才的那个主题名字 好 然后保存 好 现在这样的话 就是它这个主题的话就已经更换了 好 最后的话 我们安装两个就是主题的插件 一个是自动语法的自动建议 另外还有一个是高量语法 好 就是这两个 这个就是高量语法 然后这个的话是那个自动建议 这个帮助我们 这个就是在写代码的时候给我们很大帮助 好 这个是安装 这个是安装自动语法建议 好 然后这条是安装语法高量 好 接下来我们还是修改一下那个CSH 那个这个文件 刚才这一行的话就是我们刚才修改的主题 接下来的话就是这里另外有一个就是插件 在这里我们把 在plugin就是插件这里 我们把刚才这个语法高量跟那个自动建议添加进去 好 然后保存一下 然后再重新运行一下这个命令 好 现在可以看到它语法提示 这里可以看到就比如我们输入一个C的话 它后面已经有这个clear 它自己已经帮我们这里填充了 好 然后我们选的话 它这里就变颜色就变成绿色 回撤 好